又传医院暴力事件 高雄市一名50岁无姓男子 9月30日深夜11点多到高雄市里小港医院急诊就诊 不但大吵大闹近一个小时 还挥拳奏向想为他做检查的无姓医师脸部 当下无姓医师连眼镜都被打掉 脸部撕裂伤 院方立即报警处理 并决定对无难提告 现场有民众目睹整个过程 PO上脸书小港人 七嘴八舌 据鸡区 网友说只要不照住他的意思处置 就会大闹一场 耍无赖耍流氓大闹急诊室 医护人员还要忍受他的糟蹋 还不能拒绝他的就医 真是辛苦了 小港医院副院长洪志兴一日受访表示 无难已是急诊常课 前后来急诊就诊四次之多 他的身体状况无大碍 但请他离开却一直徘徊不走 更多次对医护人员出言羞辱 两天前就曾通报警方 见警网到畅才离去 洪志兴说 这次无医师只是希望再帮无难做别的检查 却遭拒绝 没想到无难离开后又返回 接住救出全大医师 院方不能容忍暴力 决定提告 一名无姓男子9月30日深夜到高市小港医院急诊就诊 只应不满医师要再帮他做其他检查 就挥拳打掉医师眼镜 还造成其脸部撕裂伤 院方已决定依法提告 图本报资料照片 分享